LinuxMe控制台工具介绍 在之前的单元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些有关于外观的设定 那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些控制台里面常常会用到的一些设定或者是工具 好,第一个是我们看一下日期和时间的设定 您可以变更成您喜欢的显示格式 或者是日期还是秒 好,那我们按所有设定 这时候我们右下角的地方就多了一个秒数 再来我们看一下 好,这一项热角,Hard Corner 那这部分呢,预设是关闭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 意思是说如果你把你的滑鼠的游标移到左上角 好,还有右上,右下,左下,这四个角落的时候会启动什么功能 好,目前是关闭的 我们来试试看 把这边启用 好,这意思是说如果我把游标移到左上角的时候呢 它会把我们的工作区通通显示 好,我们先把全部都把它启用 好,那右上呢 是显示所有视窗 好,我们启用 那右下呢 是显示桌面 好,那 左下呢 你可以执行指令 好,那预设呢 是显示所有视窗 好,如果您知道一些指令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执行指令 好,我们用显示视窗 好,一样 我们都给它启用 启用 那启用之后呢 是绿色的 好,我们先把这个工作台呢 先给它缩小 控制台缩小 好,我们来试试看 当我的游标移到左上角的时候 好,它会把我的工作区找出来 那如果你的工作区 第二个工作区是没有东西的 好,我们可以点一选 好,你会发现 在这个工作区呢 它的面板下方 是没有任何软体在执行的 好,那我们先切为第一个 好,那这边呢 是有软体正在执行的 好,我们先切到第二个工作区 你可以根据你的工作习惯 把每一个工作区分散掉 比如说第一个工作区 你正在做一些浏览网页的动作 好,那第二个工作区呢 你可能在进行一些办公软体 好,例如是 我正在操作简报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好,那你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工作区分类呢 把你的工作做一个分类 或者是开第三个 你都可以 好,可能第三个呢 你要玩游戏 好,类似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你的工作区要关闭呢 你就第三个工作区你目前不要用到 你就把它关闭 好,这边有个关闭 好,第二个工作区你不要用到 按关闭 好,关闭好之后呢 你刚刚执行的东西呢 就跑到工作区1 好,它会自动跑到工作区1 好,这个是左上角显示所有的工作区 好,那右上角呢 显示所有的视窗 好,这个跟工作区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先把 先这个工作区 好,这个工作区 好,那我往右上呢 它可以把我这个工作区全部的 正在执行的软体 或者是工作 把它跑出来 好,那我把这个 impress先把它关闭 好,你可以直接关闭 正在执行的程式或软体 好,那这个是右上角显示所有的视窗 那右下角呢 是显示桌面 好,例如我正在 浏览网页 好,我可以往右下角 好,把我的桌面显示出来 好,那左下呢 你可以去设定 显示视窗或者是工作区 或者是执行特定的一个指令 都可以 好,这是有关于LinuxMe的乐角介绍 好 好,那我们先 跳回一个 好,那这个预设呢 我们就把它保持 好,关闭 都设定为启用 那原来的ISO档的话 我预设是都没有启用的 如果各位对这个热角的使用 有兴趣或者觉得买习惯的话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好,变成启用 那图示的话 它变成是一个 用图示的方法 好,这边一个图示 好,那 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显用 启用悬停这个部分 好,它不会跑出一个图示 干扰我们的 视窗 好,一些其他的软体 好,我们把它关闭 好,这是有关于 控制台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介绍 好,就是热角 再来 我们往下看 好,在硬体部分呢 有个电源管理 必须要为各位讲解的 当我们点选之后呢 你可以去控制你的 关闭荧幕时间 必须在几分钟之后关闭 或者是说 你没有碰触电脑的时候 电脑要不要暂停 那目前的选择是不暂停 好,那你可以控制 比如说 30分钟之后 我没有碰到电脑的话 电脑会进入休眠状态 好,按下电源键呢 会问你做什么事 最好是选择询问 当你去选择要做关闭 还是要暂停的动作 好,那 启用萤幕保护程式呢 我们可以设定 超过几分钟之后 启动萤幕保护程式 好,那我们先切回 所有设定 好,那这个单元就为各位介绍 两个比较常用的工具 一个是热角的设定 一个是有关于电脑的电源管理 还有萤幕休眠的一些状态设定 好,那在这个单元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 还要来比较常用的电源管理 好,那现在中元给大家看 好了,也许带来先试过 那个是 sweaty的电源就这边 好,那变成功的设定 还是问题啊 我来看 你怎么之后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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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对对对的对对对你